佛在今天教导我们 树木高度有一个人这么高 都有树神 并不是树成了神 是有鬼神 依附在树木 居住 这样就变成树神 他把他那个地方当作一个住处 当作他的家了 戒经里面佛教出家人 从前出家人都住在旷野 自己要向大哥小茅棚 这个这个静修 大茅棚当然就地砍几何树 佛教砍树之前 三天前 要去祭祀 要去送金 告诉树神 我需要 这个材料 建一个毛孔子弟进修 请树神翻墙 他会接受的 善意 跟他商量 请他把这个书让给你 这个事情真有 不是家庭 我今年在图文吧 因为旧的房子不能实用 房子吃了重建 我没有在那个地方 我们的同学都懂这个道理 到我们去撒金 看了两棵树 上一次我到图文法区 用到一个林美 告诉我 当地这些鬼神 对我们的做法 不能完全接受 不是我们建造房子之前 我们撒金呢 念大悲咒 坎树也祭祀 也给他送金 这个念咒 请他离开 别没告诉我 树神埋怨 时间太短 三天的时间太短 给我们建议 最好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明白了 澳洲人呢 动作都很缓慢 一个星期之前 去祭祀 这样才 他们才能接受 那撒金呢 这个事情呢 他说最好改 祈祷 我们明白了 那个地方 是基督教 很保守 基督教的 一个地区 我们明白了 我们这种撒金仪式 大概他们还是 同一次 他不太习惯 他们习惯祷告 透过灵媒的动用 和清和礼啊 你们说玫瑰神吗 树有树神啊 花有花神啊 草木都有神灵啊 有花神灵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